有时候人为了虚荣心 才会有虚假的意识 什么叫虚假的意识 因为虚荣心他讲 我 我 我 因为有个我字 你们知道 我讲个道理给你们听听 一个人为什么会生气 你们知道过年的时候 大家都跟大家不是说拜年吗 哎呀 恭喜啊 老妈妈 身体好啊 发财啊 实际上你为什么会开心呢 他是实际上就吃到他的好气了 所以一个人的气看不见 对不对 你说菩萨也看不见 气也看不见 他为什么会吃到他的好气啊 因为你讲好话 他收进去了 一个人为什么会生气啊 因为他骂你啊 他说你不好啊 你听静人 你有本事他骂你 你骂谁啊 你就不吃他的气 他的气从你身上就穿过去了 对不对啊 很多老先生就说 你骂我啊 很多人现在还好玩啊 人家名字都没点 他就不得了 你就是骂我 自己套上去啊 你说是不是 学国人气量要大 心心要大 人才能活得好 长得好 因为宇宙空间 那才是我们真正要生活的地方 一个人想不通的时候 我圈圈你们出去走一圈 你看台长讲话 还有音乐伴奏 你看一般的人 如果有这个事情来了 马上不开心 我很开心 我觉得有音乐伴奏挺好的 你要开心要放得心下来啊 什么事情啊 孩子对你不好 怎么样怎么样 哎呀这个孩子已经对我不错了 他能这样已经好了 你看看报纸上 还有的孩子啊 把妈妈从窗户上扔下去了呢 我没被他扔下去了 已经很好了 知足成了 对不对啊 快乐最实为本啊 一个人学佛要快乐 人都不快乐 学什么佛 学不好佛 佛叫你们气量大 人数经验气量大 对不对啊